喂 喂 那先講一些相關的那個 會用到的工具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找一個函數 在它的那個定義域裡面 什麼地方會出現最大值的時候 那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說 去最大值或幾值 那就是去少它那個T度等於0的地方 就把這個蓋掉 就是gradient F等於0 那滿足這個式子的那個點是 可能會是這個幾值 然後如果加了一個條件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加一個限制說 不但你要找F的幾值 而且你只能在這一個條件之下 那在這個工具裡面 可能我們說它平面上 這常常就對櫻桃曲線 那在一個一般的定義裡面 我們會說這個 滿足這個條件 構成一個超平面 好 那在這一個超平面上面 那個那F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問題變成這樣 就是一個居住條件 那等一下我們看說 居住條件是一個不等式的情形 那是一個等式的時候 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那我 紅色這條線是GX等於0的這個地方 那F等於常數 就是等位面 或者說它一樣數值的地方 我用黑色的一條線來表示 可能是等於1等於2等於3 那局部的區域就是 互相平行的系列的這些面 這裡看起來當然是線 好 那大概是會有一些 一系列的 一群一族的面這樣子 那看起來發生幾隻的地方 要嘛就是這些面 它跟我們的這個條件的 這個超平面 它是就是不互相平行的 它會互相結 那個相結這樣子 那要嘛就是在很小區域 兩個是互相平行的 那黑色那一點不太清楚 是出現幾隻的那一點 假設它是出現幾隻的那一點 好 那我們會看到說 不會是第二個情況 因為你如果黑色那一點 是幾隻的時候 你會發現在它的上面和下面 一定會有比這個數值 大或小的這個黑色的線通過 就表示說你只要往畫面 飄一點的時候 你還可以找到你這個數值 還要更 F更大或更小的數值 所以它一定 它不應該是一個幾隻 好 那所以局部應該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F要跟你這個G 在那個局部是平行的 那平行的話 有可能是同下或反向 我們會說F的T度跟G的T度平行 一般就是Gradient F等於 負爛打負點G 那爛打是可以是正或負 那大概我們把它表述成這樣子 這是條件 所以原來的問題就換成式 那我們以前 維基分會學說這個叫拉格拉瑞法 那這裡就是把問題變成 發生幾隻的時候 會有這個條件 爛打還沒有確定下來 那還有 原來的條件也是要成立的 就是面格而機值 要是在這個限制條件上面 那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 就是我也可以引進一個 叫做拉格拉瑞的這個量 那上面這個條件 你只要把一個L定義成F加來打去的話 你會發現 前面這個條件就是相當於 定義的L去對M4.1跟M4.1 然後後面這個條件呢 相當於L對爛打這個變數 給我們連結 所以你可以自己進L這一個量 它延伸出一個變數來 然後要求包含原來的這個變數 和新的變數 並不得生命 可以 這樣子 好 那我這上面這個其實也蠻清楚的 你知道嗎 其實是一樣的條件 那今天我們主要用到的工具 應該是這一個 我們想要談說 有一個限制條件下面 想要讓F去集職的那個條件是什麼 這裡我們是用最小值做的例子 最大值等下我這邊看 就是很容易去改 那其實如果原來問題是取最大值的話 你可以把-M取F的最小值 你可以令它變成取-F的最大值 然後就可以翻過來 這個也類似就是我們是先鎖定在 它是一個不等式的拘束條件 G of S大於0 你想要一個G of S 小於等於0的話就可以 那你就另一個 所以G prime是-G好的 那結果會 你就可以做小於等於0的這個條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同線就是去Obs的0 那拘束條件說它要大於等於0的話 假如說右邊這一側 這個G of S是大於0的 所以我們只能允許在紅色字條件的 這個右下角這個區域去找的集職 好 那大概會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最終你找到的那個集職 是在區域內 一個是在區域邊界上面 不能越過區域 因為它不允許的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它集職就在這裡面 那個時候呢 它其實G of S大於大於0 好 那不要擺後面這一項 那基本上你就單純的 對F的T度跟它的A0就好了 就是邊界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那我也可以就是多餘地去引進一個爛打 讓它是0 然後就把它加在這裡面 其實對所有事情都沒有影響 基本上就是F的T度 然後第二個條件 第二種狀況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最大值在這個約束條件下 它是出現在邊界上面的話 那會有類似的狀況就是 我們的F它在區域 這個集職的這個局域上面 一定要是切跟那個G of S大於是相切 所以黑色條件跟紅色條件 它在黑色那一點上應該是相切的 也就是它們T度是要是平行的 那不只是平行 這裡還會要求它的普遍 好 因為我們這裡看到就是我們取績角值 那VNF跟VNF甚至要是橫向 不能是反向 如果是反向方塊什麼狀況 就是說如果VNF是向左上角的話 那表示說VNF是往數字F大的地方去變化 那表示說你往右下角去延伸的時候 數字會變小 那表示說你長到這個點就不是最長的 所以這裡還有這種要求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 VNF跟VNFG要拼結 好 表示兩面相似 而且蠻檔是大於0的合適 因為大於0的合適 好 那上面這個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你把它位置彈一下的話 也可以整理前期合適 就是F-G的VNFG 不過這裡有一個要求就是 不管是第一個粒子或第二個粒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去整理整理一下這個條件 你只要把F-I簡單拿去用一個 叫做L來帶T-I來寫之後呢 那原來這個條件都會變成 L對X和S的這個規定式 然後就是把這個前面這個條件 然後這兩個條件換成這個條件 L當然這個Lagrantia是這樣的地理 那再來就是說 GF-S大於VNFG 然後記得留著 那這裡記得Line打有一個要求 其實Line打的方向是指定的 所以Line打是大於T-I 然後最後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其實18是幾次 我覺得蠻專業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裡的Line打是0 所以Line打乘以G當然也是0 然後這裡Line打大於0 然後它的G 因為在第二個粒子裡面 它是在邊界上面就是G等於5 所以Line打乘以G也會等於5 所以原來問題看起來有些不等式 可是其實不管是什麼狀況 然後這個等式都要先進去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一直重複的用 這一個東西 就是要求一個F的機值 我就把你的這個條件大於Line 把它整理好以後 我就把它減掉一個正的G 然後這個是它的Line 然後記得多加一個這樣的條件 就是Line打大於0 還有Line打才有原來的主要的 那是5星的 這件是我的理解就是它 然後也會延伸成 我們所講的有KK的1條件 好像我們也不理解 好 那這邊就重寫一遍 就是原來這問題是講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直會重複使用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一下加在後面 原來這條件呢 就變成即止發生在這個可能性的地方 然後記得加上Line打大於0 Line打大於0 那Line打這也需要帥的理解 那是我了解的就可以定環件了 那這個 我一下就覺得 這個可能是非常不嚴謹的感覺啦 然後就是原來我有一個S這個空間 如果是MTB的話 就是說 X等於S1X2是三個三文的 那你取歸一點力它等於 那會有三個條件 好像三個條件有三個變數 感覺像好像足夠去指 然後現在我們多移進了一個Line打 那因為我們有多個等式 所以說你多一個等式 好像就可以有M加1的方程式 就可以解M加1的變數 就是起碼非常天真的想 就沒有說我太委託一些事情這樣子 實際上當然很明顯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 就是這裡講的是那一個 SPAS的那個分類器的 就是他們的分類器裡面 關鍵的用到的資料點 不會是全部 那先講是SBM 那SBM它書上也有跟兩種方式 照順序的去講 一種是比較單純的就是 如果你線性可以分割兩群資料點 就可以直接講 好 那一個直覺的想法 就是說我畫出來這條線 那要能 既然它都有線性可以分割 最起碼你的答案不要錯 就是說你的直線是這樣的話 你正的這個地方 你的Y是正的的話 你的Label也要是正的 或應該反過來 Label是正的話你的Y 你決定W以後按B以後 你的Y一樣是正的 好 那反過來就是說 在它的反側 這些Label是Food的時候 你預設出來Y幾碼你要是Food的 所以就是你的LabelT 跟你的Y增起來有大的比例 就是不能變成一個負數的 因為它是可以分割的 好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 好 那我們還會多加一個要求 就是大家應該就是 大家就熟知的就是SDB 會去讓那個 最小的MAR距離最大況 就是說它會去看跟資料點 最近那個距離 盡量比那個距離越遠好 把它拉大這樣子 好 那 那我們一個資料點到 我們的線的這個距離呢 是排除掉T以外 右邊這個是Food的 好 那我們看正的這個 我這裡可能太囉嗦的話 就是看正的Label的話 那距離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距離有一個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把W變成兩倍大倍 變成三倍 那B可能要順便的查一下 就是說距離可能還是一樣 所以距離 你可能很多W都對應要距離 所以某程度來講 可以對它做一些約定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通常做的約定就是說 你最近的那一點 它分子就是1 上面這個分子就是1 所以你的距離公式就變成 W的這個大小分子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這個最小的距離 然後我們想要把這個距離拉大 所以到後來就會變成是 我們要想把這個被蓋掉 因為這是0 所有資料點裡面 這個數字最小的話是什麼 好 就是讓這個數字要盡量拉大 或是反過來說 要拉到W 放在分子的話 就要拉到最小 這是一個margin最大化的標件 好 所以原來的問題就敘述成了 對於所有的資料點 你都要讓就是你的y跟你的t 比較大於等於e 等於e是對那些最近的那個點 距離最小的那一點來講 然後呢 我們目標是把這個margin拿大 所以是小 最大化 最小化整 我講錯了 好 margin把它大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東西弄得最小 好 條件要滿足 所以等於要條件要滿足 好 那把1移到左邊去 最後變成 一開始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的那一個 可以靠那個工具 就是它的G數條件是G G帶人物 好 然後我們有一個 要優化的這個對象叫人物 好 那從寫一遍就是 我們優化的對象 伴隨著一個G數條件 對 每一個點都要這個條件 那我剛剛沒有細講 其實我們剛剛只有一些一個G 那一個限制條件 你有一個G1 G2 G3 G4 的話就沒有什麼 你只要單純的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把每一個局數條件 都給它一個Line 這連AN相當於剛才那個Line G的那個Line的T文 所以我們的laborage 可以這樣寫 好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最核心的事情應該就是說 對這個L做S這個T度的時候 要讓它 它等於0這樣子 那這裡有 它的變數是WB 好 相當於剛才的X 那A比較相當於剛才的 每一個Line的T文 你進來的這些新的變數 好 所以A要大於等於0 然後對X微分的話 那分架是對W去微分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對B微分的時候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是 這一組學下來的話就是包含 其實剛才講的DKD條件 就是說 當然 這一個條件本身還是要 因為G數條件還是要滿足 相當於剛才的G大也等於0 然後最後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剛才是Line 乘以G大等於0 現在就是A乘以這個G數條件要等於0 好 那我講的不一定很清楚 不過我想要表達的重點就是說 一個原來的問題 你把G數條件下的 就極致的問題寫下來以後呢 那你可以把它換成 所謂的就是PKD條件的表數這樣子 這裡會看到說 最極致的地方 要可能就是這些 不等式的公式 就他們沒有看到這一個 曲梅斯瑪這一個東西 會出現的理解是這樣 好 那對我來講 就是說他總共有三組 就是第三個 一個是原來的問題 一個是你描述成PKD條件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對我問題 大家可以講對我問題 我都要解釋了 好 那我剛剛到這邊 好 那是重寫一下 也是可以數一下他的這個式子 那對B為分會多出一個方程式 所以說那個B這個變數 他數量上就是方程式的數目 還是夠的 還是限制條件是夠的 那你對有N的資料點 你會多出N個方程式 所以總共會有 如果W原來是在N的位置裡面 的話他有M加E加N的變數 然後就會M加E加N的方程式 所以看起來好像還合理 這沒有什麼理論 其實不是一個感覺 好 那第三個就是對偶問題 我想他就是重複的在哪兒 這三個去做事情 然後我好 我先把對偶問題 我的感覺比較相關 就是我們剛才整理一下 KK條件的這個W以後 那你可以把這些 原來的 原來問題我們所謂S 這裡我們所謂的 W按B這些東西 全部都用這一些式把他換掉 好 發現 換掉 就是全部用這些等式 把他裡面的W換掉 那原來有WB和A 就是寫下來 那這是最有問題的表述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兩個細節 把W換掉以後呢 整理一下 他會變成這樣子 那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裡會是A的二次形 A的二次形 那比較有趣的事情是說 我看 KK條件原來是長這樣 那這個會對應到去求他的 極值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用掉了這個條件以後 然後呢 打Grange已經可以變成A的二次四 已經變成對應對應對應的條件了 好 那這個只是說 你得到A號如果換穿成 原來的問題裡面的 是個Y而已 這個還好 那K也只是定義而已 好 那倒是這個會不會拿掉 好 那這個因為沒有侵止到 所以這個主要是這個會不會拿掉 所以我把KK條件寫成隊友問題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重複寫一下這裡的條件了 那我自己的解讀是說 你寫下隊友的Grange以後 你要對他求極值 那那件事情相當於 最後面的 好 而且我的證明講話好 這其實還給我一個問題 對我問題在這邊 好 就是我這裡應該放在一起 那我用這兩頁來看 就是這是對我問題 這是能給你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東西我目前是覺得 他相當於求極值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 當極值的時候這個會發生 所以你這個換成隊友問題的時候 這個你需要換一個 另外一個表述這樣子 然後這個會留著 然後這只是定義 那這個會被套進去 讓W和B這些東西全部都消失 會讓它變成A的240 但是這個會留著 因為這個你沒有用上 所以這個條件不自由 而且它也跟A有關係 好 所以對我問題就變成說 留著剛才的這一個式子 然後這一個式子會留著 那對W為分的 W等於某某某某 這個被套進去使用掉了 然後最後面那個 這個相當於LineRG等於那個東西 就不用它 就是那是在幾次發生的條件 那 對 這是我的了解這樣子 好 那 好 那剩下這些東西很重要 是我先不調安定 那我的了解就是說 比如說你去 你稍微分析一下的話 你會去 你可以用A 得到的A去算出 原來這些W啊 B啊 Y啊 這些東西 這是它的使用很好的做法 就是你自己去替換就可以了 那然後你有興趣改法 可以嗎 好 是給他們就是 帶一帶一個 好 那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你可能是錯的這樣子 沒有很好的一個點檢的 和氣質的那個異據 對喔 那我想要提一下 就是說我 看這個隊友的這個問題 你原來是要求 這個藍國人取機的最小值 可是你換成隊友的時候 你其實要求的其實是A的 要找使它最大 使它最大化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我也是某某的 我是免著它 用一些詞詞拼湊起來 我不太決定對不對勁 那我寫在這裡這樣子 好 那我看起來是在 我有找到 譬如周志華那個 就是西瓜封面的那個 其實學習裡面是有講的 好 那如果認識沒有很深刻的 那還有李航的東西裡面也有講 李航的書也有講 那這個大家有興趣 我們大概再來比一下 那我只是想說 所以它的對外問題其實是要讓它最大化 這樣子 這樣條件是真的 好 那我在講 這一個不能用線性分割的例子以前 我想要稍微小結一下 就是說我的 我在這裡面學到的事情就是說 一個是代句數的 這一個求極詞的問題 它的圓形這是第一種 然後第二個是說 KPAT條件 也就是像是這種東西 好 就是過它的圓形比較像是 這樣子 好 那你會多出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極詞發生的這個條件 還有 這是KPAT條件 那它感覺比較 對我的感覺比較像是說 就我可以用這一些等式 這些等式不等式 而不是一個極大之效的這些東西 去分析一些 例如說爛打它該有的一些性質 好 等一下會講到像是 A這個東西就是0I C之間 這兩個字的事情 好 那還有說 當爛打褲的原因的時候 注意到的原因 像這樣的東西 可以幫我們解析一些關心它 那真正數值上去算結果的時候 我感覺起來是用的第三種形式 是用那個Due我的Power 就是你把它換成這個一個變數 然後要讓這個A的函數給幾大化 或爛打的函數給它幾大化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它的三個原問題 好像比較多是用來解析FKT的形式 還有那個隊友問題 就是你實際上來去做幾大化的這個封面子 好 那等一下就是不可分線性分割的 跟那個用SVM做回歸 都是重複一次使用這一套東西 好 那這裡我太多說了 我就快講過 那我能不可線性分割的話呢 那我想原來的目標就要改一下 就是你要讓它全部分割這件事 你要退的時候其次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會分錯 你要讓那個東西錯的少了一點 也就是說錯的話 你要把LOS進來 希望那個LOS消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沒有分錯那些東西的話 你還是希望說 你那個線能盡量分到比較中間一點 就是讓最小的margin值大化 所以極大化這個margin 然後錯誤的分類把它分散一點這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採用的做法 就是說你一條線也畫過來的時候呢 那我先定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內就是 既然你不可能全部分類 你不要容許這個東西它是分錯的 那你就在-1和1之間 這些東西它就是分錯的 當然你這個可大可笑 那你大的話付出代價就 就應該要把你直線比較大 好 那我分六個case來看 第一個case就是說 它Label是紫色的 它是Label其實是正的的時候呢 那它在很遠的地方分得很對 然後第二個case是剛好在 不歪等於的這個邊界 在我們剛剛那個可分的sdm 它就是margin上的點 那第三個case呢 其實也不用細分到a-b了 就是你分基本上就是 在y加1小於y-1的地方 甚至還有分錯的 3b就是已經根本就錯了 y是負負的數字 不過這些全部它的答案就是正的 那另外三個case我們就是反過來 就是它的Label是取色的 是負1 那一種是分的很對的 很負 然後它的Label也是負1 一種是Label的負1 你看好 預測它是負1 另一種就是預測的沒那麼好 甚至6b它預測是正的 就是完全預測錯誤這樣子 就看這個case 那第一個case 它的y其實 它答案是1 然後我們y在我們這樣 一畫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比1還要大 那這裡呢我們看到 t乘以y-1的比1大 這個case 然後這個其實也不用看 我們就需要想輔助 維持剛才的sdm的formity就好了 就不用引進這個時候 叫做slate flavor 那第二個case也是跟剛才的類似 就是說剛好在這個邊界上的 你畫的這條線 你如果有一個資料點的話 那它的t乘以y等於1 因為y等於1 1等於1 那你也不需要slate of the value 那第三a和3b的時候呢 就是說 像3a好的話 它的y本身比1小 所以你要讓它 它加一個正數然後變成1 所以要加一個正數然後變成1 而且你要加一個正數才行 好那這時候呢 就是t乘以y本身 因為y本身3a y本身它是小1的 然後t是一個正數的 所以你要加一個數字才會變成1這樣 好那3b也是類似 就是說 我這個我幫你畫好 可能這樣是對的 就是y是負的數字 t是正1所以就是負的 然後負的要變成1 然後負的要變成1 加一個正數 所以你是那個variable 很大的正數的樣子 好那 總而言之就是 在這三個case裡面呢 貴的 這個要大於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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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第五、第六個類似的 很多都說了 好那 好那 像這個 所以 最後面 我們對六個case 全部case 都有自己的東西 那 所以我要優化的這個目標 先整理一下 就是說 你要讓錯分的東西少一點 第二個 你還是希望 margin很拉大 基本上最定義的這個 正義和規矩之間那個距離 然後這個 盡量大一點這樣 對呀 再來就是說 剛排多了這個條件 其實就是我們引進select variable 以後 可以讓原來錯分這些東西 也有一個不等式的條件 可以寫下來 可以解釋這樣 所以select variable 都是正數的 好那現在我們就 看一下 margin還是一樣 就是你令這個最小子 就是這兩個條線 等於1的時候呢 那這邊剛才是那個 就是S面分分的是一樣的 那select variable 其實它有點像是說 對分的對勁的時候 1和2它的這個c都是0 那分錯的時候 它會大於0之正數 所以我希望把這個錯分的越嚴重 c就外面準c就越大 那所以我希望把c把它壓小 所以就是把所有的資料點 c把它壓小 那1和2它c是0 只要分對我它就是0 就沒問題 所以這兩個之間再加一個 看看你要怎麼配 好 聽起來像是0 是我們自己點開這個方式 那樣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又變成是 也跟目標函數 這個目標函數跟w跟c的關係 可是有點像是w是我們自己定的一些 這些參數 模型參數 c也是 c也是由資料 你的w決定以後 w&b決定以後 你的level決定以後 c就決定了 所以它就代表了一段的小端子 那這些約束條件 所以又回到剛才的問題了 然後原問題是也拘束條件 取極致的問題 你就會有對應的kd的形式 跟對應的那個對偶形式 kd的形式就簡單的只是 原來這個東西去減掉 引進的那些爛打也好 或a也好 乘以5這個條件 等於 好 引一下0 那 好 然後再加上兩個條件 就是爛打乘以5要等於 g本身當然要大人1 然後linda還是一個證數 證來 或a要是一個證數這樣子 那對偶條件就是說 你記得把剛才的那個 T&D條件裡面的那個 對子為分的理解工法 把w和b換掉對不對 w、b和c換掉 就得到只有a的這種二次式 然後記得把一些 要求它是極致的條件 稍微拿掉 然後要求它是最大法 然後就是重複完這個事情 好 那 所以這原問題 v、b條件 稍微講 就是我剛剛主要講 大概就是這些事情 就是你只記得 既然你居有這一系列 和你居有這一系列 等於是c大約什麼 和你這個大約什麼 所以你要引進一個a 另外你要多一個 muN 就是你要兩種爛打 那 當然a要大於0 muN要大於0 這樣子 然後你 這是可以把這個條件呢 就跟w有關的 跟mu有關 跟w有關的這些東西 把它帶進去 讓這個c啊 w這些東西換掉 就得到對我了解 那這裡可以稍微分析一下 這個約束條件呢 它其實會把 把這兩個爛打 兩種爛打打打打在一起 他們加強這個nc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這兩個 你可以把這兩個 運成這一個 所以你持續帶進去的結果 就是一個a等於s244 好 那留下來的式子 就是很單純的就是這樣子 好 只是這邊 這其實可以兩條式去 an小於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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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那個代入的 所以一個vm 就是在我們先用 適當的特徵取個kernel 把特徵空間轉換以後 到你覺得可以接受吃的程度 那就把它畫為一個對的問題去 數字去檢查 那數字的方法叫做就是s、m、o 就是fential、minimum、h、me 就大家會稍微提供我們一些 新條件的修成條件 好 那這就 這個是就我的感覺是 因為這個條件可以幫你去分析 就是分析做理論的分析這樣 什麼樣的理論分析 就是說像寫這些條件 就是基本上 an是在0和c之間 所以你會有三種可能 一種是an等於0 一種zn等於c 一種zn等於c 有什麼在不是你也不是c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其實還蠻有趣 就是說它等於0的時候 好 那an等於0 那an等於0 mu n就會等於c了 好 那就這兩個加起來等於c mu n等於c的話 因為mu n乘以c是等於0 mu已經是c了 已經不是0了 所以c等於0 所以c等於0 就是會反駐 那c等於0 稍微把它之後整理一下 把c帶回去 c帶回去以後 c等於0 所以就變成ty-1 然後我詮釋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先把它分析完 那an 剛剛講說還可以等於c 0c或0c之間 c的話 那anx等於c 因為an乘以這個條件是等於 所以後面這個一定是等於0 因為an其實不等於0 所以先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等於0 然後再來看看mu n mu n等於0 那mu n等於0的時候呢 這個c就是還看不出怎麼樣 因為這等於0 他已經成立了 所以mu n的n比較的c 那這個應該是大於等於0 所以還不一定 所以後面看 他不是0也不是c的時候 那mu n 因為mu n一定也不是0 所以an不是0 an不是0 這一定是0 這一定是0 然後再來 mu n不是0的話 可是一定是0 所以可視是0帶進去呢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可視是0 所以就等於這個 好 就是重要是這一 我太囉嗦了 重要是這一根框框 就是說 我問你看一下這個到底什麼意思 就是 剛才的有六個case 或大致分的話就是說 譬如說拿正類來講的話 你是分得很對的 還是剛好分在邊界對的 還是有點錯 我用這三種例子來講 我們看看如果說 這已經 包含所有的狀況 那我們先看看 分得很對的 和這個狀況 狀況 你想像tn是一樣 y就是b大 那這個裡面到底哪裡會 是對應這個例子 你看就是 ty大於1 只有第一種 所以an是等於0 這一次告訴我們說 當你做sbm的時候 你那些分得很對的那些點 它的最後 你對有問題裡面的變數審柄 它有一個可能的資料比 代表配比多大 它一定是0 你分得很對那一點到最後面對 你的sbm分過的狀況 那再來看它等於1的時候 哪裡會有1 那這個可能會等於1 這個可能會有1 意思就是說 你在邊界的那些點 你設定的那個邊界那些 parge上的點 你an可能是0 也可能是一個0到c時間的數字 不會是c 意思就是說它可能會有貢獻 像我們剛才 在完全線性被分割的那些問題裡面 它就是貢獻其實 類似的去分割 它貢獻都來自於分界的點 所以才叫做C書的sbust的類型 那最後面 我們看看就是說 你分得錯的那一點 它的情況 那你看這些小1的地方 只有出現在這 這個是一個證數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 減1本身 要加一個證數 才會變成什麼 就是小1 小於0的 或者這個解釋 小於0 就是小於0 那它 AI一定是c 所以詮釋就變成說 你分錯了 沒分得很好 它分錯其實有點嚴格 就是不是說Y小於0的 你label是正1 它Y分成小於0的 變成糊塗 而且它是錯的 那你小於1的它都是有點錯的 都已經開始給子類的label 那你的 就是分錯的這些東西 它給的這個am就是c 就是一個固定的常數c 你給的權重就是那麼大 所以結論就是說 分得很對這些 我帶路說好 這些東西的am就是0 這些東西的am就是0 這些東西的am就是0到c之間的數字 它不會是c 也可能是0 我們目前認識好了 比較好可能是0 不確定 這些東西它的am一定是c 就是你開始定的這個c 就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去找出 它am最佳就是用kpd條件 你就可以幫助到 跟指引你說 啊應該要有正的 其實是直的 理解是這樣 那就是我的理解是到這邊 那最後來看看對我問題的一生 那看來就是用數字去解 那這個問題它對我來說是有點像是說 例如說我有一個函數 f叫做s平方加y平方 我會想像成說一個平面是s軸 y軸 然後你把函數字畫成0z軸 那我這個函數呢 它是一個拋物面 所以說是z等於x平方加y平方 所以大概是想像一個拋物 比較軟重的東西 只是它的那個極值可能會出現在 就是原點上面 可能會跳黃黃會跳一點嘛 本來這種東西你用配方 你就可以找不到極值的 沒問題 只是說就是二次問題 可是這次扯到的事情就是說 你定義欲會被要求說只能在一個方框之內 就是說你的x要在0z之間 你的y它0在7z之間 相當於這邊al a3要都在0z之間 所以會有點像是我們中學的時候 求的問題就是說什麼 y等於x減3畫號平方加7 求它幾值 然後要求x在-1到3之間 像這種問題有點像是這樣 那那時候我們就學到一套就是說 它要嘛就是配方版 就算那個最小的值 要嘛就是在邊界上面 所以這裡就會有時候跳到邊界上面 然後它還多了一小點 同時就是說 它還帶了一個約束條件是 我們剛剛這裡就是 除了它的方框之內呢 它裡面還有一些面 一個平面 相當於是x加3y等7 像這種面 像這種線 你又要在上面 所以就是我們看多處在這裡 除了它方格子裡面以外 它也多出這個線線性的這個約束 所以對我來說 問題它像是一個二次規劃 分析率對線式條件 那 那 那 smo 我看起來 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它每 今天我有a1到n 有這麼多的要找最優的這些a 然後你每次就先挑兩個 就是通常是挑兩個 偏離答案最遠的兩個變數這樣子 違反kk的條件最嚴重的那些變數 或答案一直有最荒唐的那些變數 然後呢 你只挑那兩個 其他就當成常數比動 所以原來的這個 我挑一挑選就是說 你如果說把a1 a2 當成要推調的東西 alpha1 alpha來當成推調的東西 然後其他兩個常數的時候 原來的那個拘束條件 就會變成 alpha y1 alpha1加y2 alpha2 所以這個我是從 我今天這邊解下來的 它的符號稍微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這個y其實指的是label 就是剛才veshaw你們的t 所以這是答案 這是要把你整頁的譜明 這個y不是說我們的 就是線性分類型的y等ws 加w5加1 這可以稍微講一下 所以這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 這個線性條件就變成 y1 alpha1加y2 alpha2 等於其他 它基本上就是一條線 只牽涉兩個變數 然後呢 這還是一樣 要求 alpha1加 alpha2 是在一看四次 也就是在一個方格裡面 那原來這一個 laborant 最大化的這個對象 它用 alpha1 alpha2 以及其他來猜的 它會剩下 alpha1的平方向 alpha2的平方向 alpha1的交叉向 alpha1 alpha2的單向 還有其他 那剛剛講的一半一八糟的 就是 alpha1 alpha2 你可以把它再配一下 所以它本質上就會變成 我剛剛講的 alpha1就是x alpha2就是y 然後裡面會有像這種線 就是它在 alpha1 alpha2 都在這個方框裡面 邊是0s 然後你的那個 這個約束條件 就是要它在這個直線上 然後它有一個滑溫面在上面 就這裡它會列一些公式 然後我們仔細去看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許會了解 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不堪信 就說暫時滿足了 就是說我 我實際上理解它 就是說老實說 今天我們給一個 二維的拋物線 拋物面 然後給一個方框 然後給一個直線 我們硬去弄 東弄西弄的話 壞的話很快 然後慢的話弄就下文 然後還是好像可以認錯答案 就是感覺上好像可以得到它 我覺得它只在做真的 那我覺得它的邏輯是說 就是這有仔細解 那只是你要稍微判斷一下說 就首先它在這個條件上面的時候 你就譬如說 ABA Y 它不是綁住的 所以你只有一個變數 就這個方框上面 你在這條線上變的時候 你只要靠去這個拋物線就好 然後它可能兩邊有邊界 你要稍微判斷一下那兩個邊界是誰 就回到我們中學那種問題 好 那它會有解析解 好 那我們把原來一時 VM 的問題拆解成 先找某兩個比較嚴重違背 QMD 條件什麼之類的 然後用解析解去比算 然後再去看看誰違背條件最嚴重 再對待來去解析公司 好 中間沒有再怎麼用優化方法去弄 這樣比較快 每次只 個別經過 每次只好 比較嚴重的兩個 然後用解析公司 好 就是再想辦法約解析公司 什麼辦法去弄 這樣就是加速的方式 就是 去列的去極小的 就是掌握殺傷的那樣子 然後去弄一個化妝 所以我覺得它還要解析公司 好 那這是它的一個實際的那個算法 我就 我的理解就比較偏銘力不深 好 基本上就是 ABA Y2 也對約束的條件 YY2是正義或佛理之恩 你去看看誰可能會最嚴重 你就去把這個解析公司套起來 然後你再得到新的 這一輪的新的ABA 2N1 跟ABA Y1後 就再去掌握我會覺得比較嚴重 好 那正義是回到B-SHOP了 就是它在談說 線性不能分割的那一個LOS 其實可以拿來跟就是 一般的那個線性分類器 然後用Categorical Cross-Central這個東西去 好 那線性分類 就是我們這裡的 這次MBM的LOS 它比較像是來自這條件 就是 它也像是說 你只要 比如說這裡比較像是說 你的答案可能是正義 你自己超過正義的時候 它就有不正義 可是你自己只要 雖然還是比零大 你在這一段就比它還開始 成罷了 覺得這根本好 然後當然這一步就是 越更不好 甚至跟它自己是碰的時候 越來越來越歪 那它就是成了越來越嚴重 那紅色的部分是那一個 Cross-Entropy的一個變形 因為我們直接去查 最常用的那個Cross-Entropy Binary-Cross-Entropy 它是I-的路面 這也是P和P 這只是稍加變形的 然後它可能就是把它 自己的Revision時候 就是LOS2 所以它把它開放下 它可以直接看一下 那真正答案其實是 答案因為是1 所以說你的分碎的話 你分成布的時候 你就把它成罷了是不是 然後就這樣 然後這個我 它的文 部分文字的部分短短 就是我沒有太多人了解 我就把私心切到文了 那我的簡單的了解就是說 二分類 因為SAMU本身 它部分文字沒有什麼 三分類 四分類的事情 那當然你可以多 三類別你都可以用一些方式 例如說APC三個類別 可以AP做個分類器 你系列做個分類器 這樣去檢構它 那天生它的價格沒有很多分類 然後就是你用很多分類器 什麼的計算上的COST 很多問題 跟有沒有一些東西 定義不可能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回歸我就不細講 好 那不是講說 一樣 對我來講就是三個表述形式 一個就是加上slake variable之類的東西 去把lost間勾起來 然後呢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把PKD答案寫起來 然後當作我們去分析說 你之後答案 看剛剛的A 介於檢案子之間 大概會寫寫什麼樣 然後第三個事情就是 把隊友的哪個人去寫出來 然後做出一次的引擎 然後這個我就不講了 那這個我非常不懂 我就不講了 那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首先當然林軒年老師 他們那種課或他的書 會處理一下這些事情 然後我目前給自己一個 逃避的理由 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說他這些嚴謹的分析 他會給好的分析 都會給一個error bug 就是我現在估計說 我的答案在什麼 但文內他是對的 我這個的那個error bug 太大了 所以我真正 我知道說我的條件 違反這個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辦法一定是不能用的 可是當符合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還不會有這樣的朋友 因為他error可能很大 可能要做其他的工程 才能讓他變得好 所以實際上我不知道 這個好不好用 尤其在蜘蛛網路這些事情上面 我就太清楚 所以我就先跑掉 那最後面這個 這個erroris跟gerbershin 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對他了解附生 那看起來他是建立一個分類器 就是一個線性分類器 就是Ws加B 這樣線性先用回歸來講 W就是Y等Ws加B 或Wi加B 這樣一個東西 那只是說W我們可以允許說 他有一個機率分布 所以我可以用貝斯的方法去做評估 就是說我這個資料點 他該分類成什麼 還有甚至可以決定他的超參數這樣 所以這個貝斯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首先 有一個貝斯的效果 大概有點 我覺得圖像其實有點像是 這樣子 像是這個 先不要管這個 這裡不管這個 像是那個veri文量的東西 就是你不同類型有一個Y 然後呢 你的這個 預測的結果呢 你給他一個機率分布 高次分布這樣 就是在這個Y的上下呢 都給他一個機率 比Y做最高這樣子 那Y當然是有W和B來決定 所以圖像是那樣子 那W的機率 我們一開始還不知道的時候呢 我的prior就定成一個 W以0為無均 然後他的precision是alpha 大牌的這個東西 那alpha如果越大的話 他就越接 幾乎覺得確定說那個W是0 那兩個高峰你把它乘起來以後呢 就是這個叫萊克利虎的 乘起來以後呢 他會整體posterior 那如果你只關心posterior 它是一個W的函數的話 那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他的W項 是一個高斯項 然後exponential 負這個W-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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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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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我們就要找這個 應該是一個相承 然後用Steret這個Syndrome M 我們就把它相承 然後把它做配方就好 然後它不會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Lightly Pood 就是把這個東西越大越做積分 那如果我們只專注再說 它把它就積分掉 我是關心它T的一個什麼樣的表現的話 假如說它是244 那這個我沒有開始細開 假如它24我就會改它24 那我就設法把積分裡面跟T的奇怪的東西 我就全部丟掉 不用不要去積分它 這裡根本不用積分 就去把它整理一下就好了 好 就是先把這個S寫下來 寫下來 不要去積 然後把T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你不專心屬於P和它做那個配方 配箱 然後它就出來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的理解是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去使用它就是說 我們最後選的α和β就是希望它給的資料點Fable和S 能讓這個數字最大對 所以把這個數字對α跟β去微分 讓它等於你就可以選最佳的α和β 就是它的超三數 所以剛才有先造鈔 對α和β的微分呢 我沒有好好拿出來 那我看起來它是 書上也講它是以前面的這一節裡面的事 你看很多東西 如果我看我中間什麼要件事 它就很像 形式也很像 只是要把它做完 像這個m、n、平方、分之幹嘛 就是這個m、平方、分之類的事情 那我沒有做完 那我打算掉不掉 我只是想說 你最終α一定要買進這種式子 γ沒有α 它這是一個 要自洽的解釋 雖然採用的方式 人力確定我們可以代理的 不過它的話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就是做一些數學的分析 有更好的方式去解決它 不過先排 就是跟它講的稀疏性的關係 超新的 它把那顆c 就是說 我們這裡要排的東西就是說 t 它是以c 做c 個馬舉證 設計 然後它的平均指示屏的一個分布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c 空間裡面的事情 而且我只看一個 特徵想量 就是本來這個 裡面有什麼可以有很多的 我們的這個 我的特徵空間可以是 它只是選一個 看看事情會不會比較單純 那這一個東西 它其實是這個意義的什麼 這個項量 就特徵項量做主軸的一個分布 那你可能加一個這個 β部分就是在來人性分布 所以它自己講的事情是說 我看起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點跟你的特徵項量 不太Mesh 方向太對峙的時候呢 就反而你這個東西加的越多 你還不如這個東西整個拿掉 β是可以調一下優化的 你還不如這個整個東西拿掉 拿掉以後你這個分布呢 反而這個 這麼互相堅持 就是預測的跟 加總值 總的是黃色分布 那你如果說把它拿掉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居民的 各項同性的分布 你還可以讓這根T的這個數值呢 在整個分布的數值變大 它也很像是一個 薅物 就是高斯分布 那你α越大的話 那它在那個方向反而不然很OK 就等位面反而不然很OK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α讓它是變成是無雄大的 那因為α是precision α是就是 W的分布是 以potential-α-w平方 所以你的α是無限大的話 就表示說你的sigma是0 就是一個超級中在W是0的這一個分布 幾乎就是W的最要求是0 你的prior最好的方式就是 預先W是0 那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 W最好就放或不要放 就是Ws加B是y嘛 那你w根本就不要放它丟掉算了 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這個 課程向量跟資料點沒有 好好的match的時候 那它nubus的結合根本就是 最好的方式是把它丟掉的 所以我們看起來好像是講這樣的事情 好 那它根據這個事情它就是 就是這裡我們都在很多 好 我的聽起來感覺是說 你 你每一次也是 哪有很多根 你每一次就只去鎖定其中一個 然後你把這個 其他部分把它分離出來 就專心優化你的內容 就專心優化你的內容 好 那 那就會有些事情 就可以加快你的這個 你的計算 你的流程 就比較不用 別帶的去做這個事情 好 那整個 我們等你講錯了 好 就是 先 溜出來 然後它要給你一些解決 就這個 有點忘記它的角色 專心了 好 那沒關係 我就先講到這邊 好了 然後這個 開囉嗦了 好 那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take away這件事情 就是 我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三種形式 一個是拘束條件的 即 去 去 優化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PNA形式 那通常是一堆 沒有Messimum這個形式 我覺得它用來做 裡面本其實很好的 然後 它的隊友形式 那可以用SMO方式去做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說 SBM跟RBM 有趣的地方是 SBM 如果我們手機是分類的話 你看它的 貢獻的那些點是吸收的 不會是全部的資料點 是綠色的圈 而且它是在邊界上面 可是RBM是反過來 RBM是 它的真正貢獻的點 是 TEDICAL那些 代表性的點 是分界 分得很好的 裡面那些東西 比較不是 不一定是邊界 比較是外面 然後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在一個回歸問題裡面 SBM 它分得不好的都是 你看是在這個 容許的這個 IPSO 正不IPSO的外面 或邊界上面 裡面的分得不好 我們都不會取 可是RBM都是取裡面 都是取那些 比較貴的點心的點 那我覺得很恰當的比喻 就是有點像 等它不一直點開去 我們通常都是取 最正常的東西 可能就是做點心 做基礎的 那RBM跟它的特性差 然後可能 它的講求資料 用到的這個都在想 好 好 那 訓練可能是MW 全面 或 大概這樣子 我想到這邊 謝謝 大家不問 那 我問一問 根據 目前的理解 SBM跟RBM 它們各自的優勢跟劣勢 我沒有優寡 所以講來就沒底氣 就只是 在我的書上的這個 邏輯去 我有一個感覺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好 謝謝